中文字幕 李宗盛 在很冷的情況之下 很多家庭他們都會開暖氣系統 台灣其實比較沒有這個習慣 因為台灣沒有太多的 接近0度C的那種溫度發生 除了山上之外 因為國外的氣候有時候到了冬天 會零下20度、30度、40度 所以他們需要用到暖氣系統 他們的狀況是這樣形容 就有一個問題 類似他們開了暖氣系統之後的 一些節能減碳的問題 假設在冬天的時候 室外溫度是0度C 室外的溫度是0度C 我們人在房子裡面 想要開了暖氣系統 讓這個溫度上升 假設開了暖氣系統之後 這個暖氣系統能夠維持室內的溫度在28度C 持續地開著暖氣系統的話 能夠維持28度C 一開始 我是指一開始 T等於0的時候 T等於0的時候 室內的溫度 室溫是28度C 我們為了節省燃油 因為冷氣有時候是為了燒 是必須要透過燒一些油 然後把熱水透過 這個房子裡面會有 在樓板那邊安排一些熱水管 讓我的熱水通過熱水管之後 這個房子就會有溫暖的感覺 那現在為了要節約能源 希望不要燒太多的油 也為了避免產生太多的二氧化碳 所以我們想說 過了要睡覺前 要準備把暖氣系統關掉 他在睡覺前兩個小時 就開始關掉暖氣系統 因為他想要弄清楚說 晚上這樣子不開暖氣系統的話 這樣會不會室內的溫度降得太多 如果室內的溫度降得太多 也不太合適 他的觀察是說 我在睡覺前兩個小時 我就先把暖氣系統關掉 我現在要準備睡覺 就是已經過了兩個小時之後 我看一下我牆壁上的溫度了 牆壁上的溫度告訴我說 關掉滿氣系統之後 牆壁上面有一個溫度計 那溫度計上面告訴我說 過了兩小時之後 室溫變成26度C 他想問的問題是問說 那我現在就去睡覺了 假設我要睡六個小時 我醒來的時候 這個室溫是多少 我要睡六個小時 相對於開始關暖氣的時候 變成已經關了八小時 關掉暖氣系統八小時之後 我的室溫會是多少 這個問題是這樣問的 室溫等多少 我把這樣的一個問題 藉著一些大自然的規律 把它轉換成數學問題的話 我要怎麼樣轉換呢 轉換的過程 這樣講 一定要有一個大自然的規律 要想到到底什麼樣的規律 支配著這個溫度的變化 大自然有一個規律 支配著這個溫度的變化 室內溫度的變化 這個大自然的規律是什麼呢 牛頓冷卻定律 我由牛頓冷卻定律支 牛頓冷卻定律 牛頓冷卻定律告訴我說 我這個所謂的溫度下降速率 跟溫度差成正比 這個室內的溫度下降速率 跟溫度差成正比 室溫 室內溫度就是室溫 室溫之下降速率 室內溫度的下降速率 正比於溫度差 正比於溫度差 那我要怎麼樣把這個 所謂的溫度下降速率 還有溫度差 用數學的符號來表示它呢 我這邊這樣子思考 就是我令這個室內的溫度 用符號Y來表示 室溫 室溫 室內溫度就是寫室溫 室溫 為Y 這個符號 這個室溫是跟時間有關的 跟時間有關的一個室溫 用Y這個符號來表示 室溫 為拿掉好了 令室溫等於Y 我假設我的室溫可以用符號Y來表示 而我這個室內溫度主要的影響因素是 時間的影響因素 所以我寫成Y是T的函數 那接著要想一下 這個地方所說的室內溫度的下降速率 該怎麼樣把這個Y應用上來 只要你談到速率 就會想到是微分 這就寫成Y對T的微分 然後溫度差是什麼意思呢 溫度差就是這個環境的溫度跟室內溫度的溫度差 室內的溫度一直高於環境的溫度 所以我要用室內的溫度減掉環境的溫度 室內的溫度是Y 環境的溫度是0 所以要用Y減掉0的方法來描述這個溫度差 現在我已經知道說 室內的溫度下降速率跟溫度差成正比 就把室內的溫度下降速率Y對T的微分 寫成正比於Y減掉0 正比室內的溫度減掉環境的溫度 我說外面的溫度是0度C 所以Y減掉0 下一個動作是把它寫成等號的方式 Y對T的微分等於K乘上Y減0 就寫Y就好了 K乘上Y 這個地方的K 是在這個冷卻過程當中 所產生的一個修正的常數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常數稱作冷卻常數 再來就是把Y相換的放同一邊 就變成第二種類型的方程式去解它 不過那個解法我等一下再寫 我等一下一到這邊來寫 我先把這個所謂的控制方程式寫到這個數學模式裡面來 數學模式裡面 我現在有找到一個稱作控制方程式的一個寫法在這邊 控制什麼呢? 控制這個溫度下降的現象的一個方程式 這個稱作控制方程式 可以表達成Y對T的微分 溫度的下降數比 等於冷卻常數K乘上是溫度差 溫度差就是室內溫度減掉環境溫度 因為它減掉也就寫Y就好了 然後我有一些的條件要安排上來 我那個所謂的初始條件 跟時間有關的條件就把它稱作initial condition 初始條件在這邊要安排下 初始條件跟我們一開始的描述有關係 一開始用T0的時候 室內溫度是28度C Y裡頭的T代0的話 Y代表溫度,室內溫度 室內溫度 室內溫度是28度C 再來 它在睡前兩個小時 這個主人在睡前兩個小時 已經把暖氣系統翻掉了 為了要偵測一下 那個溫度下降的速率是怎麼一回事 兩個小時後 關掉暖氣系統兩個小時後 溫度變成26度C 我有這兩個條件方程是 才夠解我等下產生的兩個常數 有一個常數已經在這裡了 就是冷卻常數 還有一個常數是積分過程當中的常數 我需要兩個條件才有辦法解兩位指數 你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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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我 Canva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